明朝真实起案 一起割记民事纠纷 为何便惊天大案 惊动皇帝还进入正史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教宗洪志九年公元1496年 北京城内刑部典礼徐规正坐在书桌前 将已经写好的奏章看了一遍又一遍 看罢奏章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提笔在奏章末尾写下 愿斩尘头 以形尘严 此刻 徐规比谁都清楚这封奏章的分量 这注定是一封招来祸患的奏章 奏章中弹劾了东场 锦衣卫和法司等多个机构 奏章呈上去后 徐规很有可能引来祸端 可以想到世间的正义 想到事情的真相 徐规还是一然而然地将奏章递了出去 徐规的奏章主要针对一件后来被记录在明史的案件 案件要从一个封尘女子的身世说起 被抢的封尘女子 洪志九年北京城内的一处青楼 门口传出了嘈杂的声音 一个中年妇女带着自己的儿子等人 强行从兴楼中抢走了一个叫满苍儿的女子 见对方人多势众 满苍儿的主人袁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摇钱树被人掠走 袁林是个乐护 乐护是古代专门从事音乐 舞蹈等活动的人 他们属于贱民 社会地位低下 乐护制度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 乐护制度才被废除 袁林经营风月场所多年 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 处理过稀奇古怪的事 袁林原本打算送上了银两 祈求稀释宁人 将被抢的满苍儿赎回 谁知对方号称满苍儿是自家的女儿 坚决不肯归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袁林一纸诉状告到了刑部 刑部负责处理此案的侍郎中丁哲 语言外郎王爵 一般情况下 这类案件判决没有什么难度 将双方审问清楚 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酌情处理就可 但这次不一样 这起案件后来的发展 让冰哲和王爵吃尽了苦头 冰哲和王爵提审了诉讼的双方 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抢人的是涅士和他的儿子吴正 涅士士鹏成为千户无能的妻子 他供述了一段让人类目的心酸事 涅士和吴能玉有一个女儿满苍儿 因为家贫 吴能计划将女儿卖给他人 一个张姓的媒婆给吴能介绍了皇亲周玉家 周玉是明建宗周皇后的弟弟 理论上他是明孝宗的舅舅 这个人在明朝时期出过不少幺蛾子 他曾和明孝宗的小舅子张克林两人聚众斗殴 皇帝的舅舅和小舅子两个皇亲国戚 明目张胆的聚众斗殴 曾经成为一时笑谈 吴能觉的女儿能卖到大户人家 至少也能衣食无忧 他将女儿交给了张媒婆 谁料这张媒婆不安好心 将满苍儿卖给了一家乐户 从此满苍儿从官患子弟沦落成了 社会地位低下的乐户女子 在第一家乐户待了三年后 满苍儿又被卖给了另一家乐户 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如此反复倒卖 等卖到袁林手中时 已经是满苍儿被第三次倒卖了 新的主人袁林控制了满苍儿 让他做起了皮肉生意 再后来 随着满苍儿的父亲无能去世 满苍儿的母亲聂氏 因多年未见女儿阴系 开始了寻找女儿的旅程 最终顺着女儿被贩卖的路径 聂氏在歌舞场所找到了满苍儿 见到女儿沦落风尘 念是才知道上了张媒婆的当 作为一个母亲 他怎能看到女儿遭受如此的磨难 除了后悔和自责 念是决定带女儿脱离苦海 而满苍儿被多次倒卖后 受尽了世家的屈辱 尝尽了人间的心酸 在一次次的磨难面前 满苍儿早已恨透了将自己卖掉的父母 是他们让自己落入了魔窟 是他们将自己推入了火坑 满苍儿根本不愿再认这样的父母 他失口否认和念是有任何关系 带着自责和歉意的念是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脱离苦海 于是他带着儿子等人 强行将女儿抢回了家 案件审理清楚后 丁哲和王爵判决满苍儿 由念是带回家 这个判决让袁林很不满意 在他看来 自己通过合法手段买了一个女子 经营手段也是合法的 自己并未触犯任何律条 凭什么被人无缘无故地抢夺 即便满苍儿是被人骗到岳户 那也是之前那几家岳户的事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站在袁林的立场 他的想法可能是对的 自以为站里的袁林 在公堂上出言不逊 结果惹怒了审理案件的丁哲和王爵 袁林在公堂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常年从事歌舞生意的袁林 身体原本就不是很结实 被打后连病带气 几日后就一命呜呼 从这里开始 案件从一个青楼女子的身世问题 转变为用刑过度 致人死亡的事件 袁林死后 袁林的妻子 想从官府要回丈夫的尸体安葬 刑部的官员虽然装恋了袁林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并不打算将袁林的尸体 交还他的家人 袁林的妻子为了替丈夫主持公道 将此事告到了东厂 随着东厂的介入 调查结果有了重大转折 东厂调查的真相是 真正的满苍儿 确实被卖到了周宇家 涉案的满苍儿 其实是张媒婆的妹妹 这个青楼女子到底是谁 此事后来甚至惊动了明孝宗 在明孝宗发了多道圣旨后 才查明女子的身份 及案件的真实情况 东厂的介入 袁林的妻子找了东厂宦官杨鹏替丈夫做主 至于为何找东厂帮忙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宦官杨鹏的侄子是满苍儿的相好 现在满苍儿被人抢走 杨鹏的侄子也在帮忙找回满苍儿 第二 东厂是监察机构 他原本就有监察官员的职责 刑部官员在审核案件时致人死亡 东厂介入调查也在情理之中 明朝的东厂 由明成祖朱棣建立 最初明成祖收买了一批建文帝身边的宦官 用来刺探情报 后来朱棣继位后 在东安门北设立了东厂 专门由宦官负责监督 监察朝廷大臣及黎民百姓 东厂的首领教督主 下面设置掌刑签户 礼刑百户 东厂并不全由宦官组成 它的运作方式是 宦官负责管理 厂内兵兵从锦衣卫中挑选 东厂在礼刑百户下面设置有档头 每个档头下辖数名帆子 这些帆子专门刺探各种情报 每次帆子将刺探到的情报交给档头 档头是这些情报重要性 给予相应的金钱奖励 在金钱刺激下 小到京城内的居民打架斗殴 大到官员聚众谋划 都在东厂帆子的监控之中 东厂最大的特权之一 就是他们可以拘捕 审讯任何人 不需要任何公文 也就是说 如果东厂愿意 他们可以在任意时间 抓捕任何人进行审讯 东厂的特权 让他们在调查事情真相时 方便很多 同样 没有约束的权利 也滋生出很多乱象 东厂宦官杨鹏为了帮助侄子 精心布置了一个大骗局 他指使张媒婆 只认满苍儿为自己的妹妹 假称蔑氏的女儿 确实被卖给了周玉 为了达到一家乱真的目的 杨鹏又指使满苍儿 也按照这个说辞 来应付审案的官员 碰透了父母的满苍儿 居然和这些人沆瀣一气 反过来诬陷自己的父母和之前审理案件的官员 世青的性质现在彻底变了质 案件变成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人口 被抢的苦主又被刑部的官员活活打死 按照这个调查结果 满苍儿的母亲等人 以及刑部审理案件的官员 都该被严肃处理 世青终于闹到了当朝天子那里 明教宗下旨让郑辅司调查 郑辅司很快就按宦官杨鹏布置的真相结案 出次审理案件的丁哲和王爵两人被下遇问罪 明教宗似乎对案件颇为重视 除了让郑辅司调查 又让法司何锦一位也参与调查案件 法司何锦一位办案的方式非常直接 既然大家都说聂氏的女儿被卖到了周宇家 那么去周家找人出来 事情的真相不就大白天下了吗 不过 找人的队伍在周家没有找到聂氏的女儿 因为周家根本就没买过聂氏的女儿 下了两次圣旨 调查出两个不同的结果 估计明教宗的内心也很无奈 他又下了第三道圣旨 让府部大臣给市以及御史再次审理案件 在明教宗接二连三的调查下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满苍儿确实是聂氏的女儿 也确实被多次转卖 张媒婆、满苍儿、宦官杨鹏等人歪曲事实 谁都以为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接下来 案件的判决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最开始审理及复合案件的丁哲 王爵等人分别被发配、打板子 案件处理过程中 涉及的三十多人被捕入狱 满苍儿的母亲也是被判打板子 这个判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不满 很多有正义感的官员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徐规 尚书明教宗要求 从众处理涉案的人员和机构 徐规在奏折中结合满苍儿一案 陈述了东厂的弊端 请求废除东厂 将政府司的官员戍边 让锦衣卫下岗等等 徐规的奏折虽然说出了 当时很多官员的心声 可言辞过于激烈 毫不意外 徐规惹怒了明教宗 被明教宗免官 还被重重地罚了一笔款 好在明教宗收到徐规的奏折后 可能也觉察出案件判决不太合理 最终案件被改判 丁哲因为在审理案件时 打死了袁林 被革职为民 同时他还要负责袁林的丧葬费 王爵等人缴纳罚款后 可免除刑罚 并官赴原职 满苍儿被施以仗刑后 送换一局劳作 经过徐规等人的努力 案件的处理终于显得公平了许多 但东厂的宦官杨鹏等人 始终都没有受到处罚 在这起案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教宗时期 朝堂上的一些状况 一个简简单单的案子 需要明教宗三番五次的下令调查 才能得到真相 而那些捏造事实的人 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 那些和东厂沆瀉一气 欺骗明教宗的人 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明教宗虽然勤勤恳恳 三番五次的过问案件 但明教宗对东厂等机构的弊端视而不见 又怎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都被正确处理呢 参考资料 明史列传第七十七 明史至第七十一 刑法三等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